那底下的部分呢,我先跟大家就是確認一下那個期中考的一個時間這樣子 讓大家知道一下,這個期中考的時間有稍微往後調了一下這樣子 所以應該可以錯開你們其他課程的一個時間,希望是這個樣子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是確定版的,因為我這一週剛好要去新竹台北參加一個國際的研討會這樣子 所以就趁這一週來就是舉辦期中考的部分 剛好如果這一週半的話,我們那個進度上面比較剛好是在中間的一個部分 跟在課程大綱上面的規劃會是比較一致的這樣 所以這個資訊我會再放在課程網站上面 大家也可以趁這個時候看是要拍下來或者是記下來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期中考的時間會是11月30號也是禮拜四 不過開始的時間會晚一個小時,就是我們上課是9點嘛,9點10分嘛 所以我們考試會從10點開始考,所以這個時間一定要記得這樣,不要睡過頭了這樣 那大概最多就是考兩個小時到中午12點這樣 那地點的部分,部分的同學會在這一間 到時候考試會,就是應該會額外借幾間教室 主要是要讓大家就是至少你的左右兩邊不會坐冷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接好幾間教室,其中一間就是我們的上課教室這樣 那考試前大家會知道你的在哪一間教室 譬如說學號幾號到幾號在哪間教室 進到那個教室之後你就會看到你的座位表這樣 所以會幫大家排座位這樣子 那範圍的話就是會從我們第一堂上課的單元0 一直考到11月23號那個禮拜四所交到的一個進度 預計來講應該是會叫考到第六個單元這樣子 就是今天應該會交到一點第五個單元 我們應該是可以交到第六個單元 大概前六個單元大家應該會覺得稍微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可能作業上也比較也許比較OK一點這樣 不過如果你作業有任何問題 請記得一定要詢問或是po在Facebook 我有看到有同學已經開始po了,蠻好的這樣 不過我是沒想到那個問題 居然也是什麼宇宙射線造成的這樣子 不過真的啦,就是如果你發現你的城市有時候會動 你就從開機試試看應該會有蠻驚喜的發現這樣 雖然不一定是宇宙射線 不過有可能是真的是 搞不好那時候太陽例子就是比較頻繁的在活動這樣子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蠻好的 而且我看回魂的也不一定是助教 像是我們修課的同學,應該是大師的同學這樣子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逐漸的形成一個 算互相學習的一個風氣這樣子 所以範圍是到這一邊 形式上會有試費題跟問答題 大概跟我們平常上課練習的題目是類似的 實際上我們練習的題目的部分內容 也許你在集中考的時候會看到這樣子 就也許你會看到這樣子 也許你會看到 然後我在可能是11月23號那一週會 可能會出一個類似考古題的題目跟答案放在課程網站上面 如果你們有興趣就把它下載下來做做看這樣子 如果你們有興趣就把它下載下來做做看 如果你想要就把它下載下來做做看這樣子 就講這樣子 這樣應該考試上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就說主要是考觀念 所以這個資訊就大家再請大家記住一下 確定一下你們其中考是什麼 其他科目有說了嗎 啊有這麼晚的嗎 啊你還有更晚的喔 什麼科目 嗯 有說的 很高 很高 人數位系統是前院長教的對不對 那他可能也要去參訪什麼學校 比他更晚喔 12月 那有沒有剛好卡這一週的啊 沒有齁 那應該比較好一點這樣 所以大家實際現在都不太按照集中考週再考試了對不對 好不好 這樣一次好是壞這樣 就好 如果集中考的時候你們就是感覺就是一次全部處理完這樣 可是這樣很累這樣 所以至少在我們這一門課 你會知道該準備的方向 所以但這樣其實還是可以分得出來有準備跟沒準備的同學這樣 不過你至少知道說你把剛剛我所講到一些東西準備好之後 你應該就不會太...看到考卷就不會太緊壓這樣子 應該會有一些熟悉感甚至會笑出來之類的 看到考卷就笑出來蠻特別的這樣 有時候看到同學在寫考卷邊寫邊微笑 我是覺得蠻詭異的這樣子 他真的會笑耶這樣子 反正就至少考試讓大家壓力不要太大 但是你還是要準備一下 主要是讓大家知道方向在哪一邊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讓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好 那你就再幫忙記住一下這個時間 然後我會再PO在課程網站上面 大家再看一下這樣 好 那今天的話 其實我主要會把這個單元交完 其實上只剩下一些些了 這個單元的觀念大致上我們上次已經有講過 不過等一下還是先稍微複習一下 讓大家就是還是有一些印象 待會新的部分我會先從一個課本裡面的範例 讓大家知道一下這個題符啦 或者是這個switch這個 有條件式的在執行程式的這個觀念 該怎麼樣去應用這樣 所以我想應該可能比較多的時間會花在第五個單元上面這樣子 好 那這個單元的最後也有兩題的作業 那個我禮拜一的時候有放在課程網站上面 待會也會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那個兩個作業在做什麼這樣 然後同樣那兩個作業 通常我在出那個作業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從那個課本後面 每一張後面它有一個program project那邊出的 你會看到它其實有蠻多題 可是我主要在選的時候 都是選跟大家生活會比較相關的 其他有些比較複雜 如果你想要練習都是蠻鼓勵練習的 你說練習程式會越寫越好這樣子 不過我在出我都是出 至少那個題目可以涵蓋到這個單元有交到的東西 然後又跟你的生活有關係 那那個就是我在出題的一個方向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單元的話 主要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有時候在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必須根據不同的情況做不同的一個事情這樣 譬如說以後如果大家會做一些物聯網的系統的話 像講義這樣的範例 他會去量測心跳 心跳大於多少的時候 你可能你的智慧手錶要通知使用者 他運動得太激烈了 那如果心跳小於多少的時候 你就要跟他說你的運動強度可能不太夠 你有做跟沒做心跳都沒什麼變這樣 你可能只是在走路而已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條件判斷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單元裡面 我們主要跟大家有講過就是說 主要是透過以符這個條件 我們可以來設定說 在什麼條件下 如果成立的話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今天的最後會交到這個switch的一個部分 實際上這兩個是有差別的 等一下會讓大家思考一下 到底用哪一個會比較好 實際上你現在在寫 你用這個寫跟用這個寫可能都可以 但是它還是有一個差別這樣 所以有些情況下用它比較好 有些情況用它比較好 所以這些目標的部分 大家在複習的時候也可以看一下 特別是那個紅色的字 就是講義裡面紅色的字是重點 重點重的重點 非常大的重點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所以紅色的字可以看一下 就是確定一下自己知不知道 那些紅色的字的一個意思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說整個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要知道我們程式的流程 到底是要怎麼做控制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在第三章以前所教的 你每寫一行 就看你按照的寫的順序 它就依序的執行下來 第一行執行完就執行第二行這樣 但實際上我們後面 越寫越多程式會發現 有的情況下是 有些情況我要執行這個 有些情況我要執行別的這樣 甚至在第五章我們會發現 有些情況是 某一行要重複的執行很多次這樣子 譬如說像是 第五章有一個蠻經典的一個範例 就是如果要請大家寫一個 算階層的一個程式 譬如說算10的階層 那你要怎麼做這樣子 譬如說使用者輸入10 然後你就要 你的程式就要幫他算出10階層 等於多少 他輸入100 你就要幫他算出100階層 你怎麼根據他要的這個數字 幫他算出這個階層 那我就需要一直做乘的這個動作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重複的意思 那第五章學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算這個階層 用重複的方式來寫是蠻快的 蠻簡單的 沒有你現在想像這麼困難這樣子 所以那個是一個蠻經典的一個範例 就是我可能需要去做算階層 或者是算1加到100 1加到200 123456 一直加到200這樣子的一個動作這樣 這些我們都叫做是控制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 那這個單元交的是其中一種不同的控制方法 就是有條件式的一個執行 條件滿足的時候要執行的命令裡面 有可能會有好幾行 我們會用大瓜壺把它算是群聚起來 這樣子我們叫做複合性的一個描述 這個名詞你稍微知道一下就好 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一個條件成立的時候 他要連續做譬如說兩件以上的事情 那麼這兩件以上的事情 我們會用大瓜壺把它包起來這樣子 像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邊就是條件滿足的時候要做的一個事情 條件執行就是有一個條件在這邊做測試 譬如說心跳有沒有大於多少 然後如果有的話做這個 沒有的話做這個 所以一旦有這個判斷式的話 你的程式裡面有些就不會執行 有些是會執行的 要看你這個條件有沒有滿足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所說的 就是條件的一個範例 所以在這個4.2這一邊 大家回去看課本跟講義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到 有哪些運算員可以幫助我們做條件式的判斷 譬如說這邊看到的是大於這樣子 這個條件要嘛就只有兩種可能性這樣 要嘛就是它滿足我們就叫做處 要嘛就是這個不滿足就叫做force這樣 所以基本上來講 這個滿足跟不滿足就有兩條路可以走 它會執行不同的一個情形 譬如說這個滿足處的時候 它會做一件事情 force的時候會做另外一件事情 這樣子 這邊是可能會用到的這些條件判斷式 大於小於大於等於跟等於跟不等於這樣子 所以這邊有一些範例 這個回去的時候 大家在複習的時候 就務必要再讓自己知道說 如果到時候題目我出這些給大家 問大家下面以下哪一些條件是滿足的 哪一些是不滿足的 這個大家要知道這樣子 應該不會太過困難 就是要去看一下這個範例這樣子 如果你有多個條件要綜合起來判斷 譬如說以後你可能做一個物聯網的系統 你不只要測他的心跳 你還要測他的脈搏 那你可能就會說 當這個人的心跳 心跳跟脈搏差不多 心跳跟血壓好了這樣子 譬如說這個人運動到某一個階段 心跳已經過高 血壓也過高 這兩個同時成立的時候 你就要幫他叫救護車之類的 如果是兩個條件以上成立的這種情況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and或者是or這些算運算員 來把不同的條件結合起來 所以像這個and 兩個and的代表意思就是說 條件1也成立 條件2也成立 這兩個必須同時成立 我才會做一件事情這樣子 所以這些大家可以記一下 就是如果你需要把多個條件同時做判斷的話 那通常就是要嘛用and 要嘛用or這樣子的一個判斷式 來做幫你做整合這樣子 所以類似像這樣子 就說如果n大於0 或者以及n小於100 也就是說換句話說 就是n在100跟0之間的時候 那我們就做什麼事情 那就用and來把它結合起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知道一下是這麼寫的這樣 如果你已經會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蠻直覺的 但如果還不太熟悉的同學 請務必要去看一下 為什麼這邊要用這個and 這個是怎麼結合起來的這樣子 所以練習上只有做過了這樣子 如果有這個 金唱號就是反向的意思這樣子 好 這些運算有一個順序的關係 這個大家大致上知道一下就好了這樣 這個如果需要的話 我應該是會把這個表放給大家看 在題目上面這樣 好 一樣的原則 如果你希望你自己知道寫程式的時候 你不想查這個表 你已經知道什麼要先做的話 就把它刮虎講 刮虎的優先順序是最高的這樣子 好 這個是一個範例這樣 所以考試的時候也有可能是類似這樣子 出一個範例給大家 問大家 這個數值進來的時候是誰會先做這樣 譬如說 如果這個條件是flag等於0 這個金唱號flag的意思就是 當flag等於0的時候 這樣子的意思這樣 或者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問大家 那這樣子它的優先順序 應該是怎麼樣來執行的這樣 所以你可以參考那個表 然後知道一下 這個為什麼是這個順序這樣子 了解一下這樣子 好 通常我們把這個條件整合起來 判斷的時候 它也是有判斷上的順序 譬如說這樣子跟這個做and 只要這個不成立的時候 這整條式子就不會成立了 所以它不會整個都判斷完 它會依序的判斷 如果你是用and 那這個如果不成立 0 and 不管你後面這個到底有沒有成立 它一定整條就是 當作是不成立這樣 這個判斷是我們叫做 show circuit evaluation 就是有短路 捷徑這樣子 當它前面判斷 就是不成立的時候 後面就不需要判斷 所以如果大家在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一點 如果你希望你的程式執行起來 要快的話 那麼你要仔細思考一下 在判斷的時候 哪一個判斷是要放前面 譬如說這個是說 不管我後面要做什麼處法 假如那個除數是等於0的話 那我就後面根本就不用做了 所以它就先判斷 到底除數有沒有不等於0 只要這個不成立 那後面根本都不要做 你馬上程式就結束這樣 跟使用者說 這個運算是不能做的 如果你是倒過來寫的話 你可能會發現 你搞不好很多判斷是 結果到最後才去判斷這個除數 發現等於0 那你前面都是白做的 所以你會發現以後 你可能也許是期末的時候 寫那個期末專題的程式 有的人寫出來程式幾秒鐘就跑完了 有的人要跑幾分鐘這樣子 幾分鐘算起來可能是久的 不過你到研究所 有些程式可能要跑一個禮拜這樣子 不過你在大一的階段寫出來程式 要跑一個禮拜是非常不合理的這樣子 所以大概幾分鐘幾秒鐘 應該是差不多的一個範圍 如果你發現你跑一跑 你的電腦整個盪掉 那就真的你的程式可能有一些問題 它跑了無窮的一個迴圈這樣子 所以這個請大家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是在寫程式的時候要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你的程式 能夠執行的快一點的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這樣子 所以在寫這張程式的時候 或者是寫作業的時候 你也是要知道一下你的程式 那個執行的流程是怎麼樣 所以譬如說那個心跳的 如果這個判斷通常是用菱形來畫 所以你在寫這張作業的時候 如果要畫那流程圖要記得 判斷是用菱形來畫這樣子 它就會分成兩條路 一個是True 一個是False 如果是True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False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比較完整的一個一般的一個範例 有可能有一些特例是你的程式 只有觸的時候要做事情 False就直接往下繼續進行別的事情 這樣 這兩個都有可能這樣子 但重點就是你要知道怎麼畫這個圖 就是判斷是菱形這樣 要做的事情就是動作是舉行 要印什麼東西出來是這種形狀 這個形狀是通用的 全世界通用的 所以以後菲律賓的同學 你畫這個給他看 他照理來說是看得懂的 這樣子 我覺得跟菲律賓的同學對話還蠻好玩 因為他口音每個都不一樣 有一次講一講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講菲律賓話還是講 講英文這樣 他們的菲律賓話有的講起來很像日文 你知道我怎麼判斷為什麼像日文的嗎 因為日本人講英文 有個音會發的特別明顯 就TION他們有沒有印象他會發什麼音嗎 他會發熊 譬如說有一次有去日本 Do you have a reservation 我想我現在是法文嗎 reservation嗎 預定嗎 他應該念熊 我看菲律賓人很多都是念熊 所以可能他真的就是有受到日本人統治的影響 你可以仔細聽一下 日本人的英文你如果聽得懂 你可能就聽得懂蠻多國家的英文這樣 然後法國人的英文你如果聽得懂 法國人都很會捲舌 然後西班牙 如果他們的英文你聽得懂 你可能就暢行無阻這樣 最後可能最大關的也是在印度那邊 印度人的英文如果你聽得懂 他講很快 DON YOU 他叫我名字就是這樣子 我的名字叫謝東佑 英文叫TON YOU DON YOU 厲害 不是不是不是 我開始去美國的時候我就聽不懂 去美國有個印 我的指導教授其中一個是印度 印度教授 他一開始要叫我去跟他meeting 他大概跟我講了一分鐘的英文之後 我只聽得懂他叫我禮拜五去找他 前面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要跟我講什麼 他講很多話應該是歡迎之類的 禮拜五找你 所以蠻特別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流程圖 這邊的重點是這個流程圖大家會畫這樣子 就是你看到一個 你的要解的問題之後 你的流程怎麼畫 你這個畫得出來你的程式就好寫了 所以其實我想要讓大家了解的觀念是 寫程式不是從寫程式開始 是看你解問題 你的問題是什麼 你先把它的流程畫出來 你確定好那個流程之後再來寫程式 要不然你可能會 可能前面的程式比較簡單 不會有這個問題 後面的程式比較複雜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落入自己的無窮回圈裡面這樣子 就是說你會發現 你一開始就馬上寫程式 萬一它不會動 你很難知道它到底問題是出在哪裡 可是倒過來來講 如果你一開始先把這個流程圖畫得很清楚 基本上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遇到的問題會比較少 萬一之後不會動 你也可以從這個圖去推測說 那可能是哪一個步驟出的問題 是判斷出的問題 還是運作出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想要讓大家知道的意思這樣子 所以如果是向右邊這個流程 只有觸的時候要做事情的話 寫法上就是if 然後什麼這樣子 保留字是if 判斷是要用刮弧這樣子 那就做這件事情 如果是左邊這個觸跟force都有做的話 那就會多一個else這樣子 注意一下這邊的if、else都不是複合的這樣子 就只有一行而已 這個條件成立的時候就做這件事情 這是比較簡單的 下面可以看一下一個比較複雜的像這樣子 如果這個成立的時候要做這麼多事情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叫複合性的這樣子 所以如果考試的時候問大家說 請大家 譬如說我可能會倒過來出來 請大家寫一個程式 能夠對兩個數字做由大到小的排序 或者是由小到大 那就這一個這樣子 就是把兩個數字比較它的大小之後做交換 你要注意到這個做交換的時候 必須多一個這個暫時的變數 這個上次有講過 這個回去的時候複習一下 如果還不懂可以提出來再問這樣子 好 以上就是上上禮拜所教的一個部分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有if跟else if跟else它成立的時候可以執行好幾件事情這樣 下面這個範例呢 就是大家可能最近期內還蠻喜歡的超水表的程式這樣子 這個叫超水表 真的是超水表這樣子 我剛剛最近才查了一下超水表在最近到底是代表什麼意思 因為我記得我上次講超水表你們笑得很開心這樣 超水表就是好像說是隱身為 就是國安局如果要去你家查 查什麼時候 他就說開門查水表這樣子 他就要去搜東西 所以隱身為什麼 你要漏搜一個人啊 什麼他在 你們有在上PTT嗎 壞了 壞了嘛 還沒有 那個大使同學很痛苦 因為他們禮拜天要面試了 PTT上面有很多面試的考古題這樣子 所以他壞了 然後上面就是從上面來的 就是有個人發文之後他推薦一個東西 他就要查到底上站幾次啊 是不是新人啊 然後就要查水表這樣子 這個程式實際上就是要超 就是計算你的水費是多少這樣子 就是你的水費是多少 稍微說明一下這樣 等一下程式的細部內容我就不講 主要是跟大家講那個EVALS是放在哪裡這樣 這個水費的方式是這樣子算的 就是他基本費是35塊美金 如果你每一千加輪就 你每花了一千加輪就收1.1塊 但是這邊有一個條件是 萬一你上一次的水費還沒繳 那你會多兩塊的罰金出來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來講他就是基本費35 然後看你這個每個顧客他現在的水 從上次到現在用了幾加輪 每一千加輪是這個錢 同時他會去計算他到底上次的錢有沒有繳 有沒有欠繳 如果有的話那就多兩塊 所以你從這個題目的描述裡面 你就可以大概可以知道說 這個條件判斷是在哪邊這樣子 其實從你的英文你就可以看得到 就這個儀符 這儀符這裡就有條件判斷的一個意思 所以待會你會看到這個程式要怎麼寫呢 他就基本上就是叫這個顧客 或者是他的客服人員輸入這個顧客 上次的水錶度數是多少 現在的度數是多少 然後去除這個看是幾千加輪這樣 然後就去乘上這個1.1 35塊基本費大家都要繳加35 他唯一有一個要判斷就是義符 他上次的帳單有沒有結清 如果沒有的話再多兩塊這樣子 所以這個程式還蠻簡單的 義符的部分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考試的時候 給大家一個這樣子的問題 實際上你仔細看題目 你應該就可以發現 這個題目到底有沒有條件的判斷 還是只是單純給資訊 ScanF進去之後就計算這樣子 所以不用想像太困難 我會發現就是大家應該會覺得 所以這個程式很困難 就是你把它想的太困難 所以這個整個程式的架構 大概在寫作業的時候 也是類似要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他會先 這個程式會先show 他這個程式要怎麼操作 譬如說要輸入什麼資訊 譬如說他會跟他講 你要輸入上次跟這次水錶的一個度數這樣子 所以這邊有個動作叫get data這樣 這個就是一個function 這個複習一下 你把這個東西寫出來之後 這每一個方塊就是一個function 在第三個單元那邊叫的 寫程式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步驟拆解 把你的問題拆解成好幾個步驟 最好你每個步驟就把它變成是一個function 分別針對這個function去寫程式 不要說一開始main 就一開始噼哩啪啦的就寫一兩百行 然後說我很厲害這樣子 這樣你可能debug會非常困難這樣 所以你把你先把你這個 你的程式要做哪些動作把它寫出來 像這邊 先收集你要的資訊 他的度數啦 跟他上次有沒有錢沒有付完這樣 度數的部分就可以用來 在這個function裡面做計算 看這次這個月拉耗了幾度 然後在這個function去計算 他到底有沒有去判斷 他到底有沒有欠錢還沒繳 如果有的話 這邊就加兩塊 這個度數剛剛有說就是 每一線加輪是1.1塊 就把它做相乘 最後就把這個 帳單給整個計算出來 最後印出來這樣 所以整個步驟就長這個樣子 中間這個藍色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是他用到的變數這樣子 比如說他用了幾度啦 他有沒有沒付錢的啦這樣 最後他總共需要繳多少錢這樣 所以程式的部分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幾個重點跟大家提示一下 這一邊他每個步驟有 他自己的function function的宣告在這裡 function的呼叫在這一邊 每個function在做什麼 就在main的下面這裡 所以這個也複習一下 第三個單元在交的一個部分 希望大家可以建立起這個習慣 你寫程式應該 希望可以比較容易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你就會看到 這個藍色是我要講的這樣子 就是說他就會去計算度數 這個previous就是上個月的度數 current就是這個月的度數 相減然後去乘上那個 他的基本費率 如果有持繳的 在這邊把持繳的錢給算出來 這個unpaid就是他叫他輸入 說你或者是服務人員去輸入 他上次有沒有欠繳的 如果有這個unpaid就不會是零 不會是零他就會進來 這個function裡面去計算 他到底需要多繳多少錢這樣子 最後這個把帳單印出來 就是他的欠繳的錢 跟他這次這個月所花的錢這樣 所以這邊有個欠繳的錢在這裡這樣 這個function叫做 computer late charge這樣 大家看到的就這裡 if unpaid大於0 他就要去罰那個欠繳的錢 注意一下這個程式他 他在試圖要教大家一個習慣 你如果有那種常數的數字 最好都把它變成標籤這樣 譬如說這個標籤通常都是全部大寫 這個late charge就是 剛剛所說的要罰2塊 他把這個定義程式2 應該是這裡 所以這樣子的好處是說 你看這個程式的時候 就是如果有欠繳 他就是罰那個欠繳的錢 如果沒有他就是0 你如果這邊寫一個2 你可能以後在看自己寫程式的時候 你又忘了那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但是如果你是這麼寫 你就會知道這裡是欠繳的錢 那你再回來看前面這裡的定義 你就會知道 原來那時候我寫程式是把欠繳的錢改成2塊了這樣 這樣你以後也比較好維護這個程式這樣 譬如說以後你發現 現在水費可能越來越貴了 欠繳要把它10塊 你就這邊改10就好 不然你可能 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以後程式要改的話會很麻煩 譬如說假如我比較惡劣一點 這個作業說出2塊 期末的時候變出20塊 那你就要改半天這樣 你要找當初那個寫2塊的地方 到底是在哪裡 如果你是這麼寫 就把這個改成20 你的程式就可以繼續用了這樣 所以這個是這邊 他這個的目的這樣子 其他的部分都蠻簡單的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主要EFOS是用在這裡這樣子 好 印出來這邊 就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就大家可以鼓勵大家回去的時候 把這個程式打出來看一下 看是不是真的會動這樣 你越蠻長發現不會動 你就越知道自己寫程式問題會在哪裡 所以像這個是他程式運作的情況 這個人呢 先輸入說某一個人 他上個月欠繳71.5 上個月的水費度數是4198 這個月是4238 他就幫他算出來 他總共要交152塊 這個還蠻驚人 這是美金耶 這是美金 他繳水費要繳4000多塊 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單位這樣 不過如果是我們學校單位就有可能 我們學校的店 聽說一年要2億這樣子 我們學校的店 一年要花掉2億這樣子 所以你看到現在電梯又弄成那個樣子 不是沒有原因這樣 就那台電梯就貢獻了幾百萬這樣子 那兩台電梯啊 所以他們就一直很努力想要讓那個電費降下來 後來不知道降了多少這樣 但我知道電費就要2億這樣子 所以你以前有聽過可能什麼頂尖大學的計畫 我們拿了幾億 但實際上我們光電費就要弄出去2億 台大更多 台大那個校區這麼大這樣子 他們更多這樣 我們都要2億了這樣子 所以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這樣 這邊補充說明一下 大家看一下就好 他是要跟大家講 你在取名字啊 變數名字或Function的時候 最好那個取名的規則是固定的 會比較好 你不要今天心情好 這個Function就取得很中規中矩的 哪天心情不好 你就只要取一個什麼FUCKXXX等等的這樣 等你下次再回來看那個程式 你真的會有那個感覺這樣 上次到底在寫什麼這樣子 看到之前研究生寫程式 你就要開出來給我看真的有一個F fellas 他說 我想後面不會是什麼名字吧 應該不是 信她不是這樣 那果然寫這個很痛苦這樣子 有心情是正常的 但不要表現在名字上面 不然你以後看到那個東西 你就會有這個心情這樣子 所以最好是比較一致性的這樣子 最好是取名字要有意義這樣 一個Function就做一件事情就好 你不要把,譬如說main function 才叫大家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寫在main function 你把它拆解成個別的一個function這樣子 所以就是課本上這個字的意思這樣子 一個function你就把它簡化到 它就只做一件事情 你就讓它就是印 要嘛就是印那個操作說明 要嘛水表那一個 就是它只是單純計算 度數要乘多少 持交的就不要放在那個計算度數 額外有一個function這樣 一個function就做一件事情 這樣最簡單的 越簡單你就越不會出錯這樣 不要嘗試說 好像把所有東西寫在一起 似乎看起來很厲害 但如果你就是出現問題的時候 debug會非常的困難這樣子 如果你有一些文 就是數字 單純的數字 鼓勵大家用這個macro 常數的macro 就是像剛剛前面教的這個 這個 就是有數字的 單純是數字的部分 把它變成這種標籤 macro這樣 你會比較容易讀 也比較容易維護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這邊要講的一個東西 比較容易讀 比較容易維護這樣子 所以這個講 課本上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這邊幫大家補充一下 它的中文 它的具體的意義是這個樣子 好 最後這個4.6這一邊呢 就是一個更複雜一點的一個水表的程式 這樣 它會用到 Eveos會比較複雜一點這樣 這個更複雜其實也沒有太複雜 它就是跟前面的規則是一樣的 只不過它多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它會把這個使用者的這個水費的度數呢 跟它去年同一個月份做比較 如果你今年的這個月用的水的度數 有小於去年的95% 那你就用一個正常費率幫你算 好 它鼓勵大家節省水這樣子 這個可能搞不好 美國真的有這樣子做這樣子 台灣好像沒有嘛 應該沒有 就是說如果你今年的這個 今年11月度數 跟去年11月度數 如果有小於去年的95% 那我們就給你一個優惠費率 鼓勵你節省水 但倒過來就是 如果你不只沒有用95% 你還用超過 那就給你一個懲罰 你的費率可能是兩倍 那這邊你等一下看到 好像是把它變兩倍 就是說你這邊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如果它沒有用超過去年同期的95%的話 那就還是用這個1.1 每1000加倫分1.1這樣子 但如果你沒有滿足的話 它的費率是兩倍 這還滿驚人的這樣 根本就是一個超大的懲罰這樣 就是說你只能夠最多跟去年用一模一樣的水的度數這樣子 不過它就鼓勵這個用數這樣子 所以詳細的這個大家就回去的時候再看 這邊只要看一下這個Effails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如果是要解這個問題的話就要多一個條件這樣子 你要叫使用者多輸入一個去年它這個同時候的月份 它用的度數是多少 看一下說你目前使用的有沒有就是小於去年 看要乘以幾倍 剛剛是95%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把它變成這種大寫的Marco 以後這個看你要改成95啦還是85啦都可以改這樣子 這邊這個例子是95啦 所以它如果它用的是去年的95%以內的話 那就還是用原本的費率算 要不然呢 它這邊就要乘以一個就是double的一個費率 overuse 它還是把它用成這個文字的說明 所以你在看課本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你會發現為什麼這裡它都不是寫題目上所寫的什麼2倍啦 95% 它目的是說把它變成標籤這個以後就定2這樣子就好了 所以這個實際上在它的完整的程式裡面 這個應該會是2這樣子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這邊是一個範例讓大家看一下說 這個乙符還是只有 如果是乙符這個成立的話還是只有做一件事 那L10的話它就會多了5件事情 是一個複合性的 多有同時要執行多個事情這樣子 所以就有個大瓜糊抱起來 所以你回去寫人士的時候要注意喔 如果你這個ifL10後面有好幾件事情要做 你要記得有一個大瓜糊 你少一個都會出現compile的error 有時候那個compile error很難找 你這個如果沒有寫的話 它會跟你說什麼這一行有錯 這一行有錯 但實際上就是你忘了刮這一個東西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邊緣器 有的邊緣器好像會幫你自動 就是你打一個這個 它就會幫你補一個這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看 你用的邊緣器有沒有這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這個部分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把剩下的第十章內容跟大家說明一下 接下來的部分是說前面我們看到的 那if要嘛就只有兩種情形 就兩條路可以選 射立的時候一條路 L10就另外一條路 但實際上我們可能在 就是解決我們的問題的時候 可能有不止一條路可以選 比如說紅綠燈 你要如果要設計 智慧車用電子在用的一個系統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判斷 現在是紅燈 綠燈 還是黃燈 那這樣就有三個條件要判斷 如果你只知道前面的if eos 那你是沒有辦法判斷這三個條件的 if eos 綠燈 那 eos 又不一定就是紅燈 你需要多少種條件你就寫多少個 依附的一個判斷是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就像這個樣子 如果這邊它的判斷是大於0 小於0 然後或者是等於0 就有三種條件這樣 它就是這麼寫的 它的格式是這樣的 if 就是大於0的時候做一件事情 eos eos 就是不是大於0 就是大於0 就有可能小於0 或是等於0 所以它在eos的裡面 又再寫了一個if eos 所以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不是大於0 那不是的話 我就再多判斷它是不是小於0 我要注意到這個 禮服是跟著這個 eos 在一起 就是如果 eos 再來判斷這個 所以縮排上面 它是包在這個裡面這樣子 因為這個都是只有一行 你不用用大瓜糊 你要用大瓜糊也可以啊 有的人這個 eos 這邊有個大瓜糊 這邊有個大瓜糊 但實際上可以不用這樣子 因為這邊衣服都只有一行而已 只有這個 eos 裡面的東西 超過兩行以上的時候 你才需要用大瓜糊 所以它這個程式就 主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計算輸入的值 大於0都有幾個 小於0都有幾個 等於0都有幾個 這樣子而已 這叫巢狀 就是一層裡面還有第二層的衣服 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在寫作業的時候 也可以看一下 這樣 這個是講義課本裡面的一個 比較複雜的例子 這是在算稅金的 你知道你們要繳多少稅嗎? 就是有沒有叫繳多少稅? 大概稅大概是這樣 就根據你的家庭所得 在某個集聚裡面 就要繳多少錢 這樣 最高是40% 這樣 一般大概是7% 或者是10幾% 你以後進了竹科 你就肯定要繳40% 這樣 因為你進竹科之後 你的收入 就會超過那個40%的那個集聚 這樣子 所以譬如說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樣 這個是簡單的一個範例 不是真的我們在台灣這邊 在算一個所得稅的一個時候 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的薪水小於0 那當然就不用算 不可能會有小於0 這樣 薪水小於1萬5千 這是美金 那你的繳的稅 就是你的薪水成15% 如果你的薪水呢 是介於1萬5千到3萬 你要注意到這個描述上是這樣 有史以復嗎? 就是說 如果 如果它小於0的話 這個不成立就用else if 那如果是它小於1萬5的話 叫這一個 如果不滿足這個條件 else 那再繼續if 如果它小於3萬 所以這個條件 這個藍色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的薪水是介於1萬5到3萬之間 因為第一個已經不滿足了 第一個是小於1萬5不滿足 所以它就是大於等於1萬5 然後又小於3萬 介於他們兩個之間 那就 你的薪水 你的 要繳的稅呢 在它的公式裡面 先扣1萬5之後 乘以0.18 再加上做個比例 這個為什麼是這樣 就不用理了 因為根本沒有什麼一個道理 這樣子 或是就是美國算稅金的一個方式 但你這邊可以看得到 你的薪水越高 這個層的比例就越高 加的這個場數也越多 所以如果要請大家寫一個計算 大家以不要繳多少稅的程式 用if else的寫法就要這樣子寫 這樣一層一層的一個判斷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它比較長的一個應用 我記得我以前在研究所的時候 有一個學弟進來 他就說他家要繳40%的稅 因為他爸爸是鴻海的經理這樣子 他一直夢想想要買一台機車 他爸爸說太危險了 他就買一台休旅車給他 他說騎機車是人包鐵 你開休旅車是鐵包人 我買休旅車給你 結果他自己開休旅車不滿足 他就自己偷偷去買一台機車這樣子 所以這種 腳40%人的想法 跟我們腳7%11%是不一樣的 你不能買機車 他就買休旅車給你這樣子 我實在是非常特別這樣子 然後跟他說 學長進來之後有沒有需要買筆電 就跟他講說其實沒有沒關係 他有可能更好 晚上就把我一台筆電回來 還買那麼高級的這樣子 所以我才說以後去足科 很多人繳的稅就是要40%了 你賺100萬要拿40萬出來給政府這樣子 但是 你還是要留60萬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尤其你 反正就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這個主科 薪水可能不是唯一的考量 你要注意到你的健康啊 工作習慣對不對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你如果善用衣服跟HELSI衣服的話 那你可以做出來多種條件的一個判斷 不過說我要跟大家講 這樣子的寫法好不好 這個寫法好不好 這個可以做啊 可以這樣判斷到好不好這樣 實際上我會覺得 如果是這種情況 它不好 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實際上你的薪水是一進來 你就可以馬上判斷是哪個級距 如果是那個級距就直接算就好 為什麼一定要像這樣子一層一層的判斷 這個判斷是 是這樣子喔 最糟的情況 如果你的薪水是大於15萬的 那你的城市會跑很久 因為它會從頭跑到尾這樣子 這個發現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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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才合 那你城市就跑很久 那再加上你自己寫城市 弄那麼多衣服 你可能會覺得很煩 萬一搞不好還會寫錯這樣 所以等一下有一個小單元 是要叫另外一種就是條件的判斷 它叫Switch 它就是直接針對你的條件 是在哪一個就是這個判斷室裡面這樣子 它就直接判斷哪一個 15萬就直接符合這一個 5萬就直接符合這一個這樣 所以這個待會我跟大家再做介紹 不過大家至少還是要知道一下 如果要讓你用衣服跟else衣服的話 這種潮狀的一個寫法的話 那麼大家要怎麼做這樣 注意一下這個是else衣服 如果這個成立就做這個 如果又不成立就else再衣服這樣 到最後才是一個else發展的結束這樣 這個回去的時候要看一下 為什麼是這麼寫的 所以這個會比較稍微複雜一點的 這種潮狀的if-else 也有可能那個 跟else衣服跟第二層的衣服 判斷的變數不一樣 比如說這個你可以把它解讀成 可能以後設計一個智慧車 它可以感測那個路上的一個路標 如果路標跟你講現在是s 如果是s的話可能就是有 就是 呃 看一下 s就是有 風險 我們有覺得它是safe 意思 就是說 我從它一一講給大家聽 就是說如果它的路標顯示是s的話 那要去接著判斷現在的溫度是大雨林還是小雨林 如果是大雨林的話代表現在是有下雨 如果是小雨林現在是結冰的這樣 然後提醒那個車子的駕駛要小心駕駛這樣 如果這個狀態不是顯示s 它就說 那這樣現在道路是可以 就是 呃 就是可以那個 沒有安全上移運 你可以好好的駕駛這樣子 所以 但我現在這樣看 s要把它解讀成什麼 這樣 那應該是stop stop這樣子 這個s 就是說以後智慧車 它掃那個路標 那如果看到是需要stop 它會額外跟你講為什麼需要stop 判斷目前的溫度這樣 所以這一頁的重點是 第二層的這個椅符跟第一層的椅符 它裡面判斷的變數是可以不一樣的 前面你看到的例子 每一層的椅符判斷的都是一樣的變數 Cellery 或者是這邊都是判斷X這樣 沒有規定說這個椅符跟第二層的椅符 不能夠是同一個這樣子 所以這邊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回去寫作業的時候可以試著做做看這樣 它的流程圖畫出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判斷是s的時候 如果是true再多判斷一個temp 那注意一下剛剛有提到 判斷是用菱形畫的這樣子 它動作上面有分true跟force 如果是要顯示的話 這個圖案我會叫它叫子片 你如果看那個什麼畫圖的軟體 它常常是把它叫子片這樣 要顯示東西就用子片的形狀來寫這樣 如果要做動作的話就是用橘形 前面看到的那個圖放下去 這個就是橘形的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剛剛有同學問說這兩個是不是一樣的 顯示的是用紙片的 要做什麼動作 要執行什麼動作是用矩形畫這樣 剛剛有同學問說那這樣寫作業的時候 到底是要畫什麼圖 之前有一個結構圖 現在這邊有一個流程圖這樣 說明一下 結構圖是在講說你這個電路會拆成幾個function 流程圖是在講你這些function 按照什麼順序來執行這樣子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寫這一張作業的時候是兩個都畫 就是說你自己 你的程式由哪幾個方形做組成 這些方形它是用什麼流程 你一定會有這個菱形的 在這一張作業 你要根據什麼條件做判斷 然後拿來執行哪些動作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 如果還有不清楚的地方歡迎大家再做詢問 那個作業是下禮拜天交的這樣子 好 所以流程圖長這個樣子 溫度大雨林就代表現在是 因為道路是濕的叫你要停下來 如果是小雨林就代表道路是結冰的所以你要停下來 要不然你就可以繼續開車這樣子 好 應該是這個樣子 最後一個 補充完 這張就差不多講完了這樣子 叫做switch switch呢 它使用的條件就是 當你有非常多的條件 要去判斷 而且這些條件彼此不會互相衝突的時候這樣 彼此沒有一定要先判斷誰 再判斷誰 譬如說我以這個舉例來講這樣子 像這個啊 就沒有 你的薪水到底是多少 其實你 譬如說假如你是15萬 你就沒有必要一定要先判斷 它到底是有沒有小於0 或者是小於3萬這樣 你只要知道它就是在15萬個區間就好了這樣子 它不像是說 如果你現在是 你知道什麼例子 一定要是if else 譬如說如果 美國大於0跟小於0 好像也是可以獨立判斷的這樣子 搞不好大部分的case都是可以獨立判斷的這樣子 如果是這種適用於這個獨立判斷的話 那其實會比較建議用接下來要交的這個switch這樣 switch的做法就是說 你可以根據某一個變數來決定到底是哪個條件符合 或者是根據某一個判斷式 看說它到底是成立還不成立 下面大家可以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一個範例這樣 如果是根據一個判斷式 我們叫它有個特殊的名詞 用來控制的一個描述這樣子 也就是說 控制你這個程式到底要怎麼執行的描述 這個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用switch的話 要判斷的變數一定不可以是double這樣 只能是整數或者是自圓而已 注意一下喔 你要用switch這個描述的話 一定不可以是double 一定不可以是double這樣 它的格式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語法一定是switch後面刮斧裡面 就是要判斷的東西 然後再來這邊有一個粉紅色大刮斧 跟這邊的另外一個右邊的大刮斧包起來 裡面呢就是根據這個你要控制的判斷條件 看它是符合哪一個 如果是符合這一個就做這件事情 符合這一個就做這件事情 讓大家看一下這個一個例子這樣 譬如說是長這個樣子 它這個呢這個例子還蠻有趣的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開飛機的時候 或是雷達 我們假設有裝那個叫做雷射炮好了這樣 一個飛機飛進來 你可能會有時候看到我們在那個新聞裡面 會看到中國大陸的飛機闖入我們的領空這樣 闖入領空的時候 它會回報那個飛機的編號 這個編號就會說 這邊的例子是用船 所以它會輸入一個編號 那個編號的第一個字一定是英文字 如果它的編號開頭是B的話 就代表這艘船是戰艦 如果是C的話 就代表它是一個巡航艦 或者D的話可能是Destroyer這個叫什麼 驅逐艦 好 好像蠻有道理的 驅逐艦 那如果是F的話代表是 尋方艦 尋方艦 它會輸入它的編號 我們要知道它到底是哪樣子的一個 就是 船這樣子 或是戰艦這樣 那我們要寫一個程式來判斷到底它是什麼 我們就要抓這個第一個英文字母進來看 所以它的寫法就是像這個這樣子的switch 我們抓到英文字母會存在class這個變數裡面 我用這個switch呢 剛剛有跟大家介紹到 switch接下來的固定寫法是一個刮鬍 刮鬍裡面是我要判斷的東西 就是那個class那個變數 然後一個大刮鬍 一個這個大刮鬍 接下來呢 固定寫法是這個label set 通常就是要叫case這樣 這個也是固定的寫法 所以你可以模範這個寫法這樣 case 然後因為它是這個class是個字緣 那我這邊就有一個字緣的 字緣一定要用這個兩一點把它包起來這樣 如果是B的話 或是小寫的B 它就是戰艦這樣 如果是C 它就是巡航艦等等的這樣 這樣子就是一個switch的通常的一個寫法 這寫法的好處是 你輸入一個字母之後 它不會一層一層的往下判斷 它會同時去掃描到底是符合哪一個條件 譬如說我輸入這個 再說 F是巡...巡...巡...巡洋...巡洋鍵 巡航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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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防鍵 巡防鍵這樣 巡防...如果是F的話 它就前面都不會判斷 它會直接跑來符合這個條件 它會直接跑來符合這個條件 它就會印出它是個巡防鍵這樣子 所以這個好處 如果你是譬如說這樣的條件 你也可以用F-L寫 一層一層慢慢寫 可是如果別人是用這個switch寫 它程式跑的一定比你快很多這樣 因為如果你用F-L寫 它會一層一層從上面一直判斷下來這樣子 所以讓大家知道一下這個switch的一個重要性這樣子 這邊還有一個東西要跟大家講的是這個break這樣 你一定要記得放這個break break是什麼意思 休息很好 可能還有什麼意思 中段很好 中段 這邊比較像中段 你要說讓程式休息也可以這樣 就是說如果我滿足了某一個條件之後 我要記得寫這個break 它就會跳出來這個switch的判斷式裡面 其他它就不會再判斷 如果滿足這個d 它這個break就跳出來 那我要問大家 那如果我忘了寫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break忘了寫會發生什麼事情 全部嗎? 會印出哪些? 如果它滿足這個之後 你這個break忘了寫 你每一個都忘了寫好了 然後它是輸入c 它會印什麼出來? cd 這下面的每一行都會印這樣 它會依序的執行下來 就跟大家之前說寫過程式一樣 所以如果你忘了寫break 它就會滿足 從滿足的那一條開始一行一行往下印這樣子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寫這個break這樣 譬如說這邊其實有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 你覺得它為什麼這裡要這樣子寫? 大寫的c、小寫的c 大寫的c什麼都不做這樣子 大寫的b什麼都不做 大寫的d什麼都不做 你覺得它為什麼要這麼寫? 它的用意在哪裡? 還是它單純只是寫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不用寫東西這樣子? 很好!它為什麼要這麼寫這樣? 它要避免什麼問題這樣子? 小寫一行 寫錯 快對了還可以 就為什麼要分大寫的b小寫的b 大寫的c小寫的c 很好 防呆這樣我們給這個同學掌聲鼓勵 你怎麼知道你掃描進來的英文字母是大寫還是小寫 萬一我只想要小寫的 所以它就寫了一個這個東西這樣 我現在出個問題給大家 你必須防止使用者輸入一個大寫的英文字母進來 那你就可以這麼寫 只要是大寫的直接跳下面這個 自動把它當成小寫的來判斷這樣子 這樣子就好 所以算是個技巧 我覺得是還滿不錯的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回去要練習一下 可能光看講義或是上課這樣聽 可能感覺還不夠深 你回去的時候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好 所以做複習的時候這個summary也要看一下 因為這個就是整張的一個重點這樣 在這一張裡面讓大家了解 ifl是這種選擇上的控制的寫法 他是怎麼弄的這樣 ifl可以是潮狀的 switch是說如果你有好多種平行的選項 這alternative的選項 然後你選項判斷不一定要先判斷誰再判斷誰 沒有順序上的關係的話 可以選用switch 我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判斷的條件是double小數的話 你就不可以用switch 你只能用ifl這樣子 所以這個自己在複習的時候也要看一下 這個就提示你整個的一個重點這樣 這一張的作業 昨天禮拜一的時候有放上去 12號的時候 那我記得那一週好像剛好是什麼 校慶校記活動之後 到底有沒有活動 11月13喔 11喔 那11有什麼活動 校慶裡面是什麼活動 你要跳大會舞 那你搞不好 今年他以前會叫老師一起跳這樣子 你可能搞不好會看到我又被抓去跳這樣 會有一個那個許秀桃老師來教我們跳 所以要跳大會舞 那有沒有什麼運動會啊 那家應該有那個吧 擺攤的吧 吃的 應該有 那至少禮拜六可以走一走 所以鼓勵大家盡早寫完這樣 這不會很困難這樣 第一個作業呢就是 我說嘛 就跟大家生活相關的 算BMI的一個 算你的 叫人家輸入他的體重跟身高 幫他算BMI 然後再跟他講 他的BMI是屬於這四類的哪一類 把他印出來這樣 剛剛有同學有提醒我一件事 謝謝那個同學這樣 你如果照這個表格這樣定的話 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萬一你算出來的BMI 是24.95啊 96 那會屬於哪個範圍這樣子 這個範例可能 這個題目可能是假設小數點之後一位而已這樣子 不過完整起見請大家自己在寫判斷式的時候 如果是這種情況 這個應該就要寫成小於25.0這樣子 這個 這邊啊 這個 這個就是大於等於25.0 因為你算出來的BMI可能是24.9多這樣子 除非你要自己把它四捨五入變成只有一個小數點 所以這個請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判斷的方式在這裡 你要讓使用者輸入 現在我們所有的程式都是要讓使用者先輸入一些資訊 讓我們做判斷的這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樣 回去寫就寫這樣 輸入身高體重 然後查一下BMI怎麼算 你自己也可以算一下自己的 然後跑進去看哪 我看我沒有意外應該是這個或這個這樣子 然後有的學生是這個這樣 有的學生體脂肪只有7而已 還是10幾 12 我知道Michael Jordan是4還是多少這樣子 4多嘛 有人知道嗎 然後就是練得很壯 那個體脂肪就很低這樣子 對啊 男生女生不一樣 這個我們就沒有分男生女生了 所以你可以自己猜一下 男生女生的BMI真正是多少這樣子 但這個程式就是report出來 你要印那個資訊出來給他 就是說他是屬於哪一種的 幫他算出來印出BMI 然後也印出這個status是多少這樣子 好 這是第一題這樣 第二題是一個比較數學的一個東西這樣子 這個就算是大家應該都有學過的 這個就很簡單就是給你一個座標 你跟我講他是第幾項線這樣子 以後你的人生當中很多都可以畫成四項線的圖這樣子 譬如說一個常見的就是這樣子 我以前有舉過一個例子 但我不知道適不適合 反正我還是這樣舉 你大學老師基本上可以分成兩類這樣子 四類啦 用兩個參數來分 一個是很會做研究 一個是很會教書 不會做研究 不會教書 這樣 很會做研究很會教書 很會做研究不會教書 很會教書不會做研究 這邊是會做研究不會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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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類你自己知道啦 你以後做很多決定 都可以用可能就有兩個參數來決定 你到底是你的決定是屬於第幾項線 這邊很簡單就是座標這樣子 請使用者輸入任何一個座標 住教到時候就會隨便輸入一個座標 這座標有可能是小數這樣子 這樣判斷一下它輸入進來之後 顯示的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在第幾項線 還是在剛好是X軸或者是Y軸上 看一下判斷一下這樣 就顯示這個東西出來 看你要用if else寫啦 還是switch寫啦 不過這邊好像不能用switch 這邊是小數了這樣 只能用if else寫這樣 好 所以這兩題這樣 應該就是讓大家熟悉一下 這整個判斷的一個流程這樣 11月12號下禮拜天的早上 大家可以盡早寫 有問題也可以提出來 你要提在facebook也可以這樣子 相信是有 現在有蠻多同學都蠻熱心在幫大家回答這樣子 好 這個大概就是第四章的單元了 比較詳細的東西大家還是要看一下課本 課本的描述是比較完整的 特別是課本最後還有那個提醒大家寫程式 就是哪邊可能會容易犯錯這樣子 好 接下來就是第五章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第五章就是我們會教到的另外一種 控制程式執行的一個方式的一種種類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有些問題呢 可能是要把某一個運算一直不斷的做很多遍 像剛剛我跟大家介紹的那個經典的範例 請大家寫一個程式幫我算 我隨便給你一個數字 你就要算出來那個數字做階層的一個結果 我輸入100你就要輸入100階層的結果給我 我輸入200你就要輸入 就給我200階層的一個結果這樣 那這個就是叫我們就叫做是repetition 或者是叫loop的一個描述這樣 重複或者是叫回圈 就是回圈這樣子 所以這個單元大家就會學到 怎麼樣子呢 就是利用重複或者是回圈的形式 來完成 譬如說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算階層或者是算1加2加3 一直加到使用者任何輸入的一個數字這樣 這邊大家會學到幾個 用來做回圈或階層 或者是重複的寫法 叫做for回圈 while回圈 或者是dowhile回圈這樣 這邊預計應該是可以交完這兩個這樣 一定可以交完的是while這樣子 所以這個單元的最後面也有兩個 這個單元的作業這樣 也是這個作業就是11月底要交的 都是隔兩個禮拜 所以今天如果交完這個while 搞不好你就可以寫那個作業了這樣 所以待會大家可以聽聽看 這個觀念是怎麼樣子這樣 所以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紹這個部分 同樣這個在寫這個回圈的時候 也有可能可以有多層的回圈 這邊也會跟大家做介紹這樣子 今天這個單元大概會交到這一邊這樣子 下面這兩個是課本裡面的 鼓勵大家還是可以看一下課本的一個東西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先從5.1 5.1其實很快這樣子 什麼叫做回圈loop 回圈就是把一個東西做很多遍 把一個步驟連續的做很多遍 譬如說那個1乘到100階乘 實際上是怎麼做的 這就是1乘2乘3一直乘到100 所以我寫乘4基本上就是一直做乘的動作 只不過我每乘一次 我1乘上2之後我接下來要乘多少呢 乘3嘛 那我的做法就是把我剛剛乘的2再加1 然後再去乘它 乘完之後我再把3再加1再繼續乘 所以我一直不斷做的就是加跟乘 重複個幾次 等一下做幾次 1乘到100會做幾次的乘 我小時候最討厭這個 不瞞大家說我小時候成績非常不好 我小學成績大概六七十 導致我父母覺得我是不是頭腦有問題這樣 大家都要考八九十的時候之後我會考六七十 但是我下一次又要考八九十 所以我通常都拿進步獎的那一個 因為我以為進步都進步一兩百分的那一種這樣 然後我說 我媽就說你是覺得你頭腦 因為我小時候頭很容易被撞到這樣 我走在巷子裡面會被樓上丟下的磚頭打到 那就噴血這樣 蹲在地上會被那個倒車的車子撞到 然後去撞六門 所以我小時候頭撞出了很多事情這樣子 然後我後來打電話去醫院健康檢查 只要打回家說我在醫院全家人都很緊張 我說你又怎麼了 所以我小時候對於這種要算幾顆樹的問題 那時候我覺得很痛苦這樣子 那後來就好了 就是你總會有一個開竅的一天這樣子 所以像這個就是把重複的步驟一直做很多遍這樣 譬如說剛剛那個做九十九遍之類的這樣子 loop的裡面的描述叫loop的body這樣 就是裡面的主體這樣 它就是叫做要重複的描述這樣子 這個叫loop這樣 常見的loop就是在算幾次的 這個叫counting loop這樣 也就是說這個loop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執行幾次之後就會結束 這個叫counting的一個loop這樣 等一下會交到的wire跟for都有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譬如說剛剛提到的算階層要重複個九十九次 如果是1加2一直加到100 也是要重複個九十九次等等的這樣 這是我們已經事先知道 是要執行幾次才能夠結束的 這個就叫做counting的一個loop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缺了就是說 到底在西語言裡面要用什麼語法 才可以把這個次數這個觀念帶進來 讓那個步驟可以重複的做很多次 暴力法來看 如果我要叫你求100的階層 你可以如果我之後跟你講說就是求100的階層 那你可以很暴力的就是寫100 99行類似的那些描述這樣子 那這問題就在於 如果接下來跟你說我要200的話 你的程式就不能動了這樣子 所以這些寫法的好處是他很有彈性 使用者輸入什麼數字 他都可以根據他的數字 來做一些次數上的重複這樣 這叫counting loop這樣 第二種這個叫做邵兵 這個中文叫邵兵 就是那個什麼英國戰邵的那個 在中正紀念堂會有戰邵 這叫邵符這樣 也就是說他會有一個特殊的訊號 譬如說某個變數 這種loop是說這個 他執行要執行到什麼時候才會停止呢 當某個變數符合一個數值的時候 而不是真的是執行完幾次 譬如說我把一個 當我去把一個數值一直做減法 減到它變成0的時候 我就停止做這個運算 後面我們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應用 這個就叫做souf的一個control的loop 所以這邊loop有好幾個種類 大家在課本上會看到五種這樣 這邊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某一個數字是一個特殊數值的時候 他就會終止整個重複這個動作 等一下交到的wire跟for也可以看到 實際上大家可以看你課本上有個表格 他會跟你講這個種類的範例在課本的第幾章 好像是好像有的是在5.6吧 有的是5.8之類的這樣子 另外一種loop呢 是當我輸入一個特殊字元的時候 譬如說我一開始先用scanf 讓使用者不斷的輸入數值 只要他輸入一個數值我就做一次 但是我要怎麼知道 什麼時候要叫他停止 什麼時候他停止輸入數值呢 他可能會按一下enter 當他按一下enter的那個瞬間 就代表這整個loop結束了 那個enter就代表叫做 我們是enter file control的一個loop 一個特殊的一個符號 enter按下去換行字元 判斷到那個東西之後 我們就說這個軌圈結束了這樣 也有可能就是叫input validation的一個loop 只要那個input呢 是在某一個範圍內 他就一直執行這樣 如果跳出那個範圍之後 他就不執行 這叫input的validation叫驗證 或是有效區間 input在有效區間內 某一個變數在那個有效區間內 我就一直執行這樣子 其實前面看到這四類都可以歸納成下面這一類這樣子 就叫做conditional的loop 他都是要判斷某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滿足了 不管他是次數滿足 還是某一個符號的數值滿足 還是他有沒有輸入一個特殊符號 或者他是不是在有效區間內 都是個條件 只要那個條件有滿足 他就繼續做 違反了就不做 這個叫做general conditional loop 所以這邊你倒是理解上來說 就是把它當成 他就是個條件 至於那個條件到底是哪一種 倒是不用特別去記 因為你就會看題目要解決問題的特性就可以了這樣子 好 所以整個這個loop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一開始分析那個問題的時候要看一下 我們要做的步驟有沒有必要要做重複 譬如說算階層要重複 但是如果只是叫你算剛剛那個查水表的 就不用重複了 輸入一次就做完就好了這樣 如果需要重複 那你就要來看說 那我知不知道到底要重複幾次 如果知道重複幾次 那我就用counting loop來算 如果不是要重複幾次的 而是要看某個變數的 那我就看這四種類別這樣 所以大概這個過程是這個樣子 在分析問題的時候要先確定 到底那個問題是重複幾次的 還是它不需要重複的這樣 大概5.1就是這樣子 所以只是一個觀念這樣子 5.2開始就會比較有那個 就是比較有範例可以跟大家講說 那到底什麼問題會需要做這個重複這樣子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counting loop開始 也就是說我知道這個重複的動作要做幾次的 這叫counter control loop這樣 AKA大家知道是什麼嗎? 我在路上看到那個車牌 如果是AKA的我都會覺得很好玩這樣 AKA就是as known as 也就是說啊 as known as這樣子 就是你可能看一些什麼電影啊 它都會說它的綽號就是 AKA叫什麼這樣子 很像那種槍的名字 AKA就是as known as 也就是說它就把它簡稱為 叫做counting loop這樣子 換句話說就是說它重複 Iteration 就是重複的意思這樣 重複的次數 是一開始我們就知道的 譬如說要算100階層 就要重複99次等等 好 那個就是我們的條件這樣子 條件 condition 要重複幾次這樣 好 所以我們會有個變數用來控制說 譬如說那個要重複幾次 那個幾次就會是我們的變數 Variable這樣 它用來控制這個loop要執行幾次 如果你不小心寫錯程式 你不小心寫到一個無窮迴圈 那就精彩了 你的電腦就會一直跑 你的電腦會跑到 就是它永遠不會停這樣 那你要怎麼辦呢 那這種情況你要怎麼辦 你們現在有遇過無窮迴圈的情況嗎 可能還沒有 如果你的電腦一直不斷執行程式 你關不掉你 你通常是怎麼辦 跳脫 把電源 這厲害了 那最絕招的就是把電源這樣 可是你電腦可能會因為這樣 會有點壞掉 你可能可以按那個CtrlL T加DL 那一個 然後把它終止掉 萬一你寫這一張的程式 真的不小心寫到一個無窮迴圈 所以你在寫的時候要注意一下 那個終止條件你一定要算好 萬一你弄出來一個完全不會終止的 你的電腦就很精彩 你想說 像我以前去美國的時候 有個那個學弟 他說 他只要現在寫報告 只要他一打報告 然後同時看電影 他的電腦就會當機 一打報告同時打電動 他的電腦就會當機 他說是不是上天叫我不可以一邊打報告 一邊看電影或打電動 結果後來發現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一邊打電腦 一邊看電影或打電動的時候 他的CPU溫度會飆高 他的風扇很舊了 散熱散不掉 所以剛好就造成一個情況是 反正他就不可以一邊打報告一邊看電影跟打電動 所以你如果寫程式寫一寫的時候 為什麼我只要開個電動 我的程式就一直跑不停 可能真的是你本身程式的一個關係這樣子 不要弄成無窮迴圈 這個一定要注意一下 你要確定你的迴圈會收斂這樣子 到時候在寫這一張作業的時候 先介紹這個第一個可以用來 實現這個迴圈的一個寫法 就叫做Why迴圈這樣子 話有是什麼意思 因為 就當嘛 當的時候這樣子 你們有聽過 我想這個笑話可能會弄 把場子弄得很冷這樣子 你們有聽過一首歌叫做當當當當當嗎 只說你聽得懂我在說什麼這樣 你們可以自己去Google搜尋 有一個叫齊天大聖東遊記還西遊記 它裡面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 你有聽過一首歌叫當當當當當忙 所以我才說我會把場子弄冷就是這樣子 之前我都會跟其他人要演講的時候都會跟他講 你千萬不要在講台上面隨便問人家說 大家有沒有看過什麼 或是你覺得這答案是什麼 因為你大部分情況可能是沒有人要回答你 你必須要有辦法是自己收拾這個場面這樣子 跟帶營隊的時候一樣 不要問小隊伏說 你有去過哪裡嗎 他通常不會理你的這樣子 對啊 所以這個叫當 就是當這個變數 變數 某一個變數 小於一個數字的時候 用這個大瓜糊 它裡面的這個事情就一直做 一直做這樣 只要這個滿足 它就一直做 這意思是這個樣子 所以注意一下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這個 你要用來控制的這個判斷變數 一定要有個初始值 你沒有初始值 你就會弄成無窮迴圈 這個真的很重要 你如果這個忘了寫0 譬如說這個 那個時候n你可以隨便改 寫100好了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忘了寫這個值 你忘了讓它是0 然後你寫壞喔 這個東西如果小於100 就一直印這個東西 你把它打下去你的電腦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呢 你的電腦瞬間就會出現 一堆這個東西 因為我問大家 如果你沒有讓它等於0 那你覺得這個東西的初始值是多少 這個 你沒有寫它是等於0 那你怎麼知道它初始值是多少 它搞不好是一個負數啊 要看你當時候電腦的情況 搞不好太陽例子打下去 它就是一個大於100的正數 那你連印都不會印 那如果它是小數呢 負數啦 負的數值 那你這邊雖然會一直加 怎麼加它可能也小不了100 那你就會發現你螢幕瞬間就是 你可能以為你中了那個勒索病 就是這樣子 所以 第一個這個你要記住 這個一定要讓它 欸 我這邊找一個分號 這個一定要 讓它有初始值 這個你要特別打星號注意一下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 壞而迴圈裡面 這個是中指的 應該說是繼續的條件 你要確定 這個繼續條件會收斂這樣子 譬如說小於N 可能是100這樣子 那像這個範例程式 它就是要讓它一直印這個星號 這樣子 要印100個 這樣子 假設它印100個 第三個重點就是這裡 這個counter的變數 必須加1這樣子 這樣子它才可以 12345678 一直弄到100這樣子 所以幾個重要元素 初始值 壞而迴圈裡面的這個條件 跟這個變數要去遞增 不一定要遞增 你也可以遞減 你也可以倒過來寫這樣 譬如說 這邊是說 可能是一開始是0 然後讓它一直加加加加 加到100停 你也可以讓它一開始是100 這邊把它改成用減的 從100扣扣扣扣扣扣扣 扣到0 就停止這樣子 這邊要跟大家講 沒有規定一定要往上加的 也可以往下扣的這樣子 就像紅綠燈 紅綠燈那個倒數的秒數 應該是倒過來的 你有看過往上數嗎 往上數好像很奇怪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到底才會停止 這樣 不過如果你過年的時候去墾丁 你就會看到那個秒數會有300 你有等過300 那個紅綠燈倒數秒數是300 這樣子 那時候會有出現這個情況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範例 這個範例我稍微講一下之後 那等一下我們就先再休息一下這樣 這個範例是這個樣子 你看到它一開始讓這個counter的變數 這個計數的變數是0 然後總共數7次 就0一直加1加1加7 它這個程式是要這樣子 它有7個員工 它想要針對這7個員工分別算出來 他們的就是薪水是多少 所以它需要讓這個動作重複7次 每一次執行的時候 一進來就輸入說 第一個員工 第0個員工 它的工作時數 它的時薪 然後就把它撐起來 顯示出來 所以它就會輸入第一個人的資料之後 它的薪水就跑出來了 接下來呢 把這個counter變數加1 再去輸入第2個員工的一個資料 然後再重複顯示 所以它最後出來就應該會長得 這邊沒有寫 就會有7行 總共是7個員工的他的薪水這樣子 所以算是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我已經知道我就是有7個員工 然後我這個系統就是要叫使用者 依序的輸入這7個員工的工作時數跟時薪 然後它就把它一個一個印出來 所以這個動作呢 總共要做7遍 它就用FIRE迴圈把它實現出來 讓它初始值是0 把這個counter加1 直到它小於7為止這樣子 也就是說它做到6就會停止了這樣子 如果這個都做完之後它就多印一行 所有的員工都已經資料輸入進來了這樣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範例 流程度長這個樣子 只要這個是小於7的 它這個就一直繞回來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這樣子 做的事情 抓資料 然後算它的薪水顯示資料 把變數再加1這樣子 所以同樣這張的作業 大家也會需要畫這樣子的一個 flow chart的流程圖這樣子 好 先講到這一段小數的時間 把就是至少FIRE 應該可以跟大家講完 所以接下來如果我們就從 5點3那邊開始來講 剛剛在5點2這邊已經有跟大家介紹過 就是FIRE這一個尾圈的應用 跟寫法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這個5點3的一個部分 再稍微進階一點這樣子 這5點3主要是要跟大家講說 就是算是累加器的一個應用 就是FIRE可以拿來做這個累加器 這做累加器呢就是我們會需要 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如果是要讓使用者有輸入一個數值 讓它這樣1加2加3一直加到100 或者是它輸入200 然後我就要1加2一直加加加加加加到200 像這樣子一直不斷的累加的一個東西 我們就叫做累加器這樣 它是一個變數 但是它可以一直不斷的做加法 延伸的應用 你也可以讓這個變數一直不斷的做乘法 或是不斷的做減法這樣子 不過在這邊就叫做是累加器 叫accumulator這樣子 它就是累加器的一個意思這樣 所以譬如說這個就是把剛剛那個算員工 員工薪水的程式再做一個延伸 剛剛那個員工薪水只是針對那7個員工分別算出來 每個員工該得到多少薪水這樣子 這個程式呢進一步的要求大家呢 就是把這7個員工的總薪水給加起來 加起來 然後來讓公司知道說 它這個月總共需要付出多少薪水給員工這樣子 所以把這些員工的7個員工的薪水算出來之後 一步一步的做累加 這個是這個程式要做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叫total pay 就是要把那7個員工的數值加起來 所以這樣子在這個wire回去那邊 它就需要做一些變動這樣子 實際上這個變動也跟原本的差異沒有說很大這樣子 本來的這個程式是紫色的這一邊 如果後面的同學可能比較看不清楚的話 可以看一下講義課本的5.4那個圖這樣子 所以我要講的是紫色的這一邊這樣 本來它的寫法就是說這個小於員工的人數 譬如說那時候是7的話 它就把這7個人的薪水分別算出來 然後把counter的數值加1 一直等到這個counter的數值小於7 應該說大於7之後整個過程就結束了 現在因為我們需要額外算出來 這7個人的總薪水 員工公司需要付出多少 所以它就用一個total pay這樣子 total pay在這裡呢 就會看到就是等於total pay加上pay這樣子的寫法 這邊需要稍微說明一下這樣 total pay它一開始也有初始值是0 每一次這個員工算出來他的薪水之後 他就用這個寫法把原本初始值是0 加上他現在第一個員工的pay加起來之後 更新這個total pay的變數數值 等到接下來輸入第二個員工的時候 total pay目前已經有第一個員工的薪水了 第二個員工算出來之後 再把第一個員工的薪水再加上第二個員工的pay加起來 連續這樣加7次 所以最後這個total pay出來就會是這個員工的 應該說這7個員工的一個總薪水 所以這個運算起來的效果就是像下面這一段 大家在課本或是講義上可以看得到 這個程式一開始這個使用者先輸入他有多少員工 那他比如說3個 所以他連續輸入3筆資料 輸入他的工作時數、他的時薪算出他的pay 第二個員工6個小時、時薪5塊 他的pay這樣子 每算一次他就會去計算這個total pay這樣 等到最後再把這個total pay加起來 總共是397.5這樣子 所以這算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就是說如果你發現這個問題 需要把一個東西加起來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寫法 就放在畫友迴圈這裡面 就只加這麼簡單的一個一行 然後再記得給他一個初始值 這樣子這個東西就可以寫出來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算是這邊累加器的一個應用這樣子 我覺得課本他滿好的一個地方是 他如果是那種回圈的執行 他還會幫你把他每一步做了什麼 把他用這個流程圖的方式表現出來給大家看 譬如說像這邊一開始這個 如果這個描述這邊他還是小於這個的話 他一開始會叫第一個人輸入他的數值 所以時間上面是由左到右 由上到下這樣 他的執行的順序 他先輸入50個小時 輸入他的執行 算出來的pay 然後這時候你可以看這一欄 這個變數的數值就已經累積進來 他的第一個員工的薪水了 然後再過來counter的數值加1 所以這樣子一條就是在第一個回圈裡面 他這樣做完得到的一個結果 然後做完這個之後 他會發現這個1呢 還是小於這個輸入的這個數值3 所以他就繼續輸入下來 第二條是這樣子 所以你要觀察是這個total pay他的變化 本來這是第一個員工的薪水 到這裡他已經加到了第二個員工的薪水 最後這個是第三個員工的薪水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讓你知道 你之後如果寫出來的程式 算出來這個數值不對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一步一步的追蹤 到底你每一個回圈 每一次執行的時候 算出來的答案是不是對的 實際上這個就是 如果大家用課本後面教那個 他有一個叫debugger 增錯的一個軟體 去幫你做增錯的時候 他就可以讓你做類似的事情 讓你可以在每一步執行完的時候 就停下來檢查 那時候這一步執行完的時候 變數的數值對不對 譬如說你輸入到第一個 你如果發現最後這個總數值不對 那你可以重新執行程式 要求他在執行 每一個員工算完的時候 這個total pay 到底是不是正確的 你就可以找出來 到底是這一步錯還是這一步錯 還是只有第三步算錯這樣子 所以這個倒是大家 可以去看一下的一個部分這樣 好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歸納 就是如果大家在這個單元要練習 要寫作業的話 那需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一個 一般的一個loop的寫法一定會有 第一個 剛剛有跟大家特別提醒 你一定要做initialize 不然你這個程式可能會無窮迴圈 所以第一步你要記得做 像這邊看到的一樣 這counter的數值 你可以是0 然後一步一步的往上遞增 你也可以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譬如說100 一步一步的往下遞減 這個都是可以的 沒有人規定只能夠往上增加 或者是往下遞減這樣子 但你一定要記得 當然有個初始值 然後要確定好你這個執行的條件 是真的會就是會中值的 譬如說次數當然是比較簡單 就是只要小於3就可以了 除非你忘了設初始值 後面我們交到不同的迴圈 那種特別是那種判斷式的 如果某一個變數的數值 是多少的時候就停止執行 你就要看了 你的程式會不會讓那個變數是那個數值 如果你的程式好死不死 就是不會是那個數值 你的程式又會來一次無窮迴圈 所以這個單元可能是 最容易讓你的電腦當機的單元這樣子 所以回去寫的時候要記得一下這樣 萬一電腦當機看一下 是不是無窮迴圈了這樣子 這個單元在偵錯上面會比較 應該說問題會比較嚴重一點 它會讓你的電腦當機這樣 只要這個執行的條件都滿足的話 就一直不斷的執行 直到這個條件不滿足為止這樣 所以整個迴圈的概念就只有這樣而已 還算簡單 你只要記住那個語法就好了 就是初始值壞了迴圈 中間是判斷的一個條件 有一個大瓜虎 如果你裡面有好幾個條件 程式要寫的話這樣 然後記得那個就是變數的數值 要遞增或遞減這樣 你如果這個忘了寫呢 還是無窮迴圈了 這要注意一下 你如果這條這個counter數值加1忘了寫 你的程式還是無窮迴圈了 因為你的counter數值就不會變 它永遠就不會大於3 所以這邊提醒一下 這個忘了寫 初始值忘了寫 你的電腦都可能跑無窮迴圈這樣 特別注意一下這樣 好 大概是這樣 好 那這邊是要讓大家看一下一個 就是 因為這邊你會看到 counter數值都可以做 counter等於counter加1 但有的同學不知道會不會覺得 你們看這個式子 會不會覺得很煩啊 所以我怎麼寫counter等於counter加1 為什麼counter要連續寫兩遍這樣 你會覺得很煩嗎 打程式的時候 就是說他們在開發程式的時候 會覺得使用者會覺得這樣很煩 所以他有一個簡化的寫法 這邊要跟大家看一下簡化的寫法 本來是這樣子寫的 counter等於counter加1 time等於time-1 totaltime等於totaltime加多少 本來是這樣子寫的 有的人會覺得這樣超煩的 所以他就幫你簡化 counter等於counter加1 可以簡化成counter這個數值加等於1 加等於1就是這個意思這樣子 那你自己看一下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我個人通常都是寫左邊這一個 寫這個加等於1呢 我有時候反倒會覺得 我會不會寫錯這樣子 看一下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這樣子就只有出現一次counter而已啊 time等於time-1就是time-1這樣子 totaltime等於totaltime加什麼 就是totaltime加等於 也就是說 只要這個變數跟這個變數是一模一樣 你就可以把這個拿掉 然後把這個加 把後面的這東西移到等於的左邊去這樣子 這樣子 product的product乘item就乘等於item這樣子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這樣比較好用 可以試著寫一下 搞不好 我也有知道很多人都是寫右邊這一個這樣 特別是你在外面可以 網路上可以看到的程式 有很多也是這樣子寫的這樣子 等一下可以再進一步簡化 這個還不是最簡單的 還可以再簡化這樣子 等一下可以看一下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接下來可以先針對目前的 交到目前的這一些東西 壞爾迴圈 他的執行的一個方式 他的縮寫的一個寫法 先讓大家來看一下這些觀念 大家有沒有掌握到 然後我也順便了解一下 大家的就是學的一個情況 所以等一下 這五點是我看下次再講好了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這一張的作業他要做什麼 你可能也許可以看一下 要怎麼做這樣 11月26號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先把這次作業寫完 你還有兩個禮拜寫這樣子 如果如果你已經覺得你想寫了 那就這樣子 這個作業是這樣子 他想要 叫大家 他想要教大家 就是 算一下 如果我輸入一個數字 他能不能夠被九整 判斷這件事情 這樣 他怎麼判斷呢 只要我們把輸入的數字的每一個位元 加起來 那個 那個總和呢 如果可以被九整出 那麼這整整串都可以被九整出 就是一個定領 這樣子 所以現在要請大家寫 寫一個程式就是 我輸入一個數字給你 你跟我講 這個數字能不能夠被九整出 這樣子 好 那這個程式請大家呢 就是 當使用者輸入一串數字之後 你要能夠呢 顯示他每一個位元 Display each digit 從最右邊的開始 這樣子 然後 也檢查呢 就是這一串數字呢 到底能不能夠被 就是 被九整出這樣 所以這邊有兩個困難的點這樣 第一個是 你怎麼樣把 他輸入的這個數字呢 一個位元一個 一個位元的顯示出來 第二個呢 就是 他這一串到底能不能夠被九整出 你必須把這每一個位元 一直累加起來 然後去看 能不能處一九 這個用FIRE就可以做了 這樣 這邊有個提示 是這樣子 給你一串數字 你怎麼分離出來 他每個位元呢 你用這個MOD 這個 用MOD 這個運算元 取出來的那個余數 一定就是最右邊的這個位元 像這個 做MOD之後 譬如說 讓大家看一下 154368 如果你去MOD 10的話 你就會把這個8拿出來 接下來呢 你要拿的是這個6 所以你必須要先留下來15436 他就說 那你可以再把154368除以10 除以10之後 他就會剩下來15436 接下來 你就可以再把15436 再做MOD 取出那個6 然後再用除 留下剩下的部分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體呢 你會有兩個需要重複的步驟 第一個呢 你必須重複的執行MOD 跟這個除的動作 一個一個把位元拿出來 拿出來之後呢 你必須把那個位元做累加 去除以 譬如說這個9 看看這個 能不能夠整除這樣 然後跟這個 顯示出來看這個數字 能夠 是不是可以被9整除這樣 所以這個 大概流程是這個樣子 那大家回去可以 如果你前面就是 第四個作業 已經寫得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來想一想 那這個要怎麼寫這樣 第二題呢 就比較 大家以前有用過的 就是 你們還記得怎麼算 那個最大公因數嗎 換另外一個方式問 還有人記得什麼 是最大公因數嗎 最大公因數就是說 給你兩個整數 能夠兩個都整除的最大整數是什麼 這樣子 像這個例子就是 這個例子 做出來 最後應該是 21啊 735跟252的最大公因數是21 那它要怎麼做呢 它就一直做這個長除法這樣子 所以 譬如說把這兩個相除 發現這個是0 余數是252 那我就把這個252呢 再繼續除 跟這個735相除 一直做做做 做到余數是0為止 看這時候 這個 除數是多少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 這個流程已經跟你講了 你不用再回去 查說 你不用煩惱怎麼樣找 那個最大公因數 流程上就是一直不斷的做除 它有個中指的條件 余數是0的時候 所以剛剛有教到 壞而回圈有三個基本的元素 counter的初始值 然後你的這個結束的條件 不過這一題你可能要等到 我下禮拜教完 就是不是技術的一個 那個 就是 方式之後 你可能會更知道 要怎麼寫 這樣子 流程上是差不多的 這樣 它一直算算算到余數等於0為止 所以那個壞而回圈裡面 就可以放余數有沒有等於0 而不是譬如說 它有沒有數到多少為止 這樣子 所以流程上是這個樣子 大家回去的時候 我想這個題目 應該不只理工的同學 應該 比較熟悉 可能連 婉院的同學 海科的同學 也可以這麼做 這樣 所以這個應該 以前大家都有學過 這樣 一直不斷的做除法 注意一下什麼條件下 它會中指 不要讓自己的程式寫出來 會進乎 無窮迴圈 這樣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也是要輸入一下 它什麼時候會中指 等到你這個 除 除到最後已經 都變成0了 它就中指 因為貴源都被你取完了 所以那個中指的條件 一定要記得 是做的 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一邊 我會再放在客座